这个是油罐 我把它剪了大约5-16公分 下面就装了4个洞 装一个架 用什么材料做 总之不生瘦就可以了 不发毛不生瘦就可以了 放下去 距离的底是1寸 然后铺一块布 这块布做底的布是沙布 有点疏孔的透气 又可以锁到水 铺好 尽量放平静一点 豆洗干净 这些绿豆浸了10个小时 你看着情况来 一般8-12个小时 有少少爆开的时候就可以了 補开一下 豆就不要太厚 太少也不好 太少也长得不好 太厚也是 这个是5公升的 一个油罐来的 就是60克的绿豆 就这样撥开就可以了 如果你太疏太薄 它长得不好 它不能竞争 铺得好漂亮 然后放一块布 放一块布 你用毛巾也可以 这些白布也可以 放一块布 不太厚 通风透气 不可以任它长 还要用一块平的东西 扎着它 我这块是木头 你用其他东西也可以 材料到刚好 扎着它 就这样 还要遮光 这个罐有少少黑色 都遮到下光 但是还不可以 还要用黑色的东西 遮光 放在通风阴凉的地方 我用这个盆 要去水 还要放架 放着它 你不一定放架 放其他东西也可以 总之你要放起身 等要去水 一天就淋几次 早上起床淋一次 中午要淋 下午要 睡觉前要 淋四次水 淋水 要淋到充足 一定要有充足的水 淋到透 不可以说 淋湿就算 不可以 因为它 发芽菜 它很热 它热的时候 你要用凉水 水后水 沖到凉 为止 沖乾淨 会发热 会变很多细菌 要用水来沖 沖乾淨 沖乾淨 没够重量 沖乾淨 不要让它飙起身 再加水 平加上木板 400克 长得比较粗壮 放在阴凉 通风的地方 不要见光 一般 三日至三日半 就可以收割 这两个也一样 我又是放一架 又是垫住 梳洞的布 是吧 垫住 一样 都是这样 两罐小一点 所以两罐 用40克绿豆 道理一样 都是这样 放了豆后 再盖布 又是这样 用材料扎住 像这两罐一样 有一块平平的 扎住 重量是280克 扎住 就可以了 芽菜 一般 五六个小时 就要沖一次水 不是就这么淋 就这么淋 淋湿就算 关了灯才淋 尤其它那么光 下边的布就不用拿开了 温柔一点的水来到冲 这是第二天的芽菜 已经很高了 可以在旁边 炖一条上来看 两天在旁边 打开的时候 你感觉到它是很浅的 发热的 下边 一定要用点水来冲 冲透 让它停光一下水 底部也封到它 比较热 遮光一定要好 放一块木板 木板 木板是有洞的 要透气点 再盖一瓶 装一点水 芽菜三天时间 下面的根也很长 戳上去 拿起来 汁菜三天 长得挺漂亮 不错 这就是这两张小的 把这个倒出来 其实要缩级三天半 就 pistil 如果今晚吃得更好的 很漂亮,齐齐齐 从此以后都不用买芽菜吃了 用油罐法 这里是60克的绿豆 收割芽菜之前,就把底部的酥 剪出来 一汁一汁,整汁整齐炆出来 这些芽菜很漂亮,非常漂亮 这道芽菜大概是500克左右 这些芽菜是3天的 我用的筷子也做了 先把芽菜放在盘子上 因为它没飙上来的时候 这些盖着是不可以的 要用一个平的底部 放些水,摘住它 慢慢长到这样的时候 转用这支碟盖着 然后里面还要用棉承绑着 先把芽菜剪掉 先把芽菜剪掉 用剪刀剪掉 剪一剪 这样拔起来就要2元很多 芽菜超漂亮的 很漂亮的芽菜 用西芽菜也很漂亮 这里是40克的豆 发出来的芽菜 是不是很漂亮 多漂亮 整个芽菜都很漂亮 每次切碟都很漂亮 每次切切碟都有牛肉 好棒 很棒